今天我們到了西門町 我們要去吃這個西門町有一個穿拆一條街 然後我們現在在聯合醫院 然後左邊是 鵝眉停車場 然後這裡是鵝眉跟昆明交叉樓 處理 好 我們就來這裡 右轉 康定路25巷 康定路25巷 我看到什麼 增窗位 還有 右邊也是增窗位 然後還有我家穿菜 然後後面右轉還有一間叫前緣的 前緣穿菜 前緣穿菜 OK 我們現在進來 我們現在在前緣穿菜 1953巷 對 然後 我們坐這 我們坐這 然後 這是老闆的經營宗旨 他自己覺得的飲食文化 大概在 這種熱炒類的 還有 這種熱炒類的是 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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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是他的 陀陀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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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是用麻婆豆腐的做法 去炒了一個雞丁 然後 那我們沒吃過 我們是不是幹 陀陀雞 然後剛才在上面有 然後呢 這就是 我們是 存在管道一點的 雞翔空彈 好 因為 我也不知道 他們比較喜歡吃 剛才這個還蠻漂亮的 麥香很好 就像紅蛋 很神奇 很神奇 那麥香 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呢 這個是 這個 乾杯式雞豆 這個也是 我們吃傳菜的時候 提點 很下飯 很下飯 然後呢 這是 他們的這個 零食捲 主食之一 炸的還算 油亮油亮 看起來還蠻好的 麥香也不錯 好 OK 然後這個是 招牌豆腐 我們看一下 他的菜的賣相都 特好 看起來也不錯 然後呢 這個是 牛腩火鍋 看一下喔 牛腩火鍋 好 大塊牛腩 OK 那我們吃吃看 好 那我們就再來吃 第一個吃 看你吃 看你吃雞豆 看你吃雞豆 讓你吃看 看你吃雞豆呢 看你吃雞豆呢 下飯 肉 過 吃雞豆 吃雞豆 炸過 要煸過 然後 加一點茄菜 稍微炸 我幫我先看 看你吃 吃雞豆 吃雞豆 煸的 很入味 很香 然後口感也是很糯 所以很酸 它的纖維很嚼勁 你看 就 醬草 然後 我來吃一看 看一下 它前面是長這樣 這是它的前面包 讓我吃看 它的蛋呢 就是 瘋蛋 如果沒吃瘋蛋 就是你可以發現 煎蛋跟瘋蛋的 重合體 然後呢 上面這個是 留下壁器 有糖醋味 然後呢 蔥 然後呢 一點點辣椒 然後呢 口感就是 辛甜 香脆 脆 然後呢 帶點酸辣味 醬的感覺 骨頭雞 好 我吃一看 嗯 雞 雞 雞 然後 這個是說 用那個 麻婆豆粉做法來做 不要 阿菇有要求 這樣吃 好喝 嗯 好喝 如果我喝的是 第一股味道是 芹菜的香味 再來是 辣椒香味 再來是那個 醬的 鮮甜味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雞的那個 雞的那個香味 還不錯 然後味道都有融合在一起 真的有一點 麻婆豆腐的香味 很讚 下一個是叫做 叫做這個 早排豆腐 看一下喔 裡面有 香菇 烤梨辣 然後 蘑菇 還有 蔥段 然後還有一點 然後 鮮甜味 鮮甜味 這樣子 這樣 到我吃上的豆腐 還蠻大的 我還有一點 鮮甜味 這應該是薑片 但薑片 然後淋到 這樣子 蔥段 這樣子 這樣子 全部一起吃 這個東西還在一起 配上它的醬 最後還有那個 嫩漿的雞肉 不錯吃 這個 牛腩火鍋 看起來 番茄 番茄台燉 牛腩 我們來吃一塊 牛腩 放進去 它這鍋的香味就是牛肉的香味 然後帶點蔬菜的甜味 然後呢 牛腩的味道很重 結果呢 咬下去之後呢 牛腩會滑開 但是呢 它的那個纖維還是保持帶的 沒有說這個 滑掉 銀絲捲 然後呢 銀絲捲 是這樣子 這樣子 看到這個醬 喔喔喔喔 看起來沒有 看起來沒有 喔喔 你看 好好吃 這個 這個 每一樣味道就是很不錯 然後呢 我們 今天來的時候呢 那個 老闆很熱情 然後那個 員工的服務態度也很不錯 所以呢 整體上 不管是料理 環境跟那個 服務態度呢 都挺棒的 再來 蠻推薦各位來吃 真的 真的不錯 就是 好 除了一樓的位置之外呢 還有二樓的位置 所以它位置還蠻多的 那 今天的這個 旁邊就是在這裡結束 那 非常不錯 推薦各位 那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拜拜